一台又一台的电动机车 逐一卸下 基隆电动机车补助方案上路 却有民众明明已经交车 但找不到充电站走进 民众喜提新车 但必须得跨区充电 以基隆新一区为例 目前新一区公所 已经设置好充电站 但由于前置作业还在进行 厂商未申请送电 民众必须跑到安乐区 多耗费15分钟才能充电 那我们刚刚看的校中里那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说呢也设置完了 但是呢 后面的后续的接电的方面的话 厂商呢没有去做申请 在发放这个电动机车的同时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换电站跟充电站 可以赶快把那个量能提升起来 电动机车不同品牌 充电站也大不同 市府积极推动补助政策 但相关配套不完善 反而造成更多不便 市政府在推动电动机车的 这个方案的时候 除了想到要赶快让民众来申请 赶快把电动机车送出去之外 相关的配套措施都没有做好 我们会密切督促业者设置充电站 也希望业者尽速申请 基隆市府承诺会让充电站更普及 目前申请的人数达到7000人 但基础的充电措施还没通电 如果真的骑到一半 当街挂点 徒步牵车跨区充电 光用响的 哦我的天 三地新闻 林志华 朱道云 基隆报道